在iPhone上的A19系列发布一个月之后 苹果的M5处理器也来了 我们在测试A19系列的时候就发现 苹果这一代Family 10的GPU提升相当大 CPU架构也有着一定程度的更新 今天我们就用这台搭载M5芯片的14寸MacBook Pro 来好好看看这颗M5处理器表现如何吧 简单梳理一下这颗M5的基本规格 CPU部分延续了M4四大核六小核两簇的基本规格 大核4.6GHz 小核3.0GHz 频率相比前代的只有小幅提升 小核的共享L2缓存从前代的4M提升到6M 搭配的内存则是从前代的LPDDR5X7500换成LPDDR5X9600 GPU的核心数量没变 依然是10核1280LU的规模 但是特性上M5的GPU就和A19 Pro一样 加入了果味Tensor Core 也就是神经网络加速器 再加上架构层面的各种改进 这颗GPU的表现在Mac上应该说很值得期待 不过要说明的是 M5仅仅是新一代Mac处理器的最低规格版本 它更大的意义还是让我们看到 这代GPU的改进有多大 实际上它的定位还是在主流轻薄本SoC上面 真正的高性能产品是还没有到来的M5 Pro和M5 Max 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跑 为了持观看看作为基础款的M5 到底适不适合几年前的MacBook用户换机 我还专门找到了一台21款的14寸入门款M1 Pro 我们来看看瘦死的骆驼还能不能兵马大 首先来简单看看SPEC 2017的成绩 前代的M4在目前依然是所有CPU里面单核性能最强的 那么M5项目交易M4还能提升多少呢? 实际测试下来整数性能提升了8% 浮电部分则是提升了4% 单核性能提升幅度相当之小 毕竟它的大核架构也只是小幅升级 并没有什么惊喜 那么在测试多核性能Cinebench里 M5又是个什么水平呢? 在Cinebench R23当中 M5跑出了单核2569多核16130的成绩 多核相较于前代提升了16% 单核提升了9% 算是一次常规的升级 毕竟核心数量和频率都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这个成绩也符合预期 和标压6加8加2核的285H相比还是差很多的 比起M1 Pro的CPU当然是提升巨大了 毕竟频率和核心数量都有优势 M1系列的频率还是太保守了 那么在压力更高 更是内存的Cinebench 2024里 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 M5居然凭借着4加6核的规格 在多核性能上打平了6加8加2核的285H 单核成绩更是从来没有见过的200分以上 这个成绩已经快接近M1 Pro的两倍了 这个表现说实话挺惊人的 那在3DMark里 新的GPU提升有多大呢? 在2K相对低压力的SNL测试里 M5跑到了5335分 这比M4提升了33% 小幅超过了老款幻视3里40W的RTX3050Ti移动版 更大压力的Steel Nomad测试里 它比M4就提升了23% 光追侧向Solar Bay Extreme里提升比较大 它的代际提升幅度已经接近50%了 这个也符合我们在H9系列测试里看到的情况 它的光追成绩也能小幅超越移动版的3050Ti 对于一颗不到20W的GPU来说 这表现不错 Blender里 CPU测试当中 M5提升比前面的Benchmark里来的更大 各个场景当中都有超过20%的提升 但真正惊喜的是CPU 三个场景里的提升都超过了50% 这个提升幅度下 它也干掉了移动版的3050Ti 当然距离更大的M4 Pro和移动版的4050还是有差距的 那么在7Z解压和压缩测试里面 M5有个15%-20%的提升幅度 这个提升幅度就和CPU多核的硬提升差不多 这个还是赶不上标压的285H和M4 Pro的 Adobe全家桶和达芬奇的Puget测试当中 M5的提升是比较大的 不管是PSP、RAE还是达芬奇 各项测试相较于M4的机型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毕竟这代一方面有了显著更强的GPU 另一方面的内存带宽也有显著的提升 那么在生产力应用里成绩上的体现还是相当明显的 当然为了满足大家赛博斗趋势的需要 我们也跑了一下Geekbench 6 成绩反正就是这样了 因为在PC上由于CPU核心比较多 Geekbench 6的成绩参考意义并不是很大 核心越多对于GPU分数的增益就越小 所以这个分数仅供各位参考 总体上来说 M5这代的CPU属于常规迭代 小核架构的提升带了多核性能比较明显的增益 GPU则是历代M系处理器里提升比较大的一代 尤其是在生产力应用当中有着十分显著的提升 这颗GPU在架构层面的调整比较大 不管是神经加速单元的加入还是更强的光追性能 这都让M5以及它未来的大规模版本 在面对N卡的移动工作战时更有底气 现在它和N卡在特性上已经可以说基本上是对齐了 接下来我就很期待M5的几位大兄弟到底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了 那么这颗提升相当大的GPU在游戏里表现又如何呢? 现在的Mac上确实有相当多的游戏可以玩了 原生游戏在越来越多的同时 转移游戏的表现在GPK3下也确实越来越好了 因此我们测试了2077《死亡搁浅》和《博德之门3》三款原生游戏 和用Crossover转移运行的黑神话悟空 来看看这颗GPU在游戏里是不是也大有提升啊? 咱们先来看看2077 在登陆Mac之后2077的特性支持是相当完善的 光追、Metal FX包括超分和真生成都是支持的 而且未来还会针对M5系列平台更新光追路径追踪 在特性上是全面对齐了N卡的版本 在实际性能方面 1080p高画质不凯超分的情况下 M5 MacBook Pro 14可以跑到36帧的平均帧 相较于M4版本的提升了33% 小幅数与移动版3050Ti 强于285H的核显 在2K加Metal FX平衡档的情况下 M5跑到了平均39帧 比M4强了35% 看起来这应该是目前版本的Metal FX超分 还没用上新加入的Tensor单元 效率上并没有显著的提升 此时它的性能和移动版3050Ti加DLSS平衡是差不多的 那么在1080p开启平衡档Metal FX并开启光追中档位之后 它相照于M4的领先幅度也就来到了41% 明显拉开了差距 也略高于3050Ti移动版 看起来这代的光追性能提升的确是非常显著的 那么死亡搁浅1080P非常高预设下 不开超分 M5的提升同样非常明显 41%的提升幅度绝对不算小了 显著强于285H的核显 相较于移动版3050Ti也要强一点 甚至和规格大一倍的M4 Pro差距也不算大 博多这门三里 1080P高画质下 M5相较于M4提升了35% 提升幅度也不小了 小幅数与移动版3050Ti 比285H的核显显著强一些 代际提升幅度还是挺大的 最后我们来看看转移运行的黑猴里表现如何 那么在1080P100%渲染倍率的中化之下 M5跑出了28帧的平均帧 这比起M4的19帧已经强出快50%了 而且在测试过程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情况 那就是M5明显转移运行游戏的时候是很顺的 即便M4 Pro都会在测试的一部分场景下出现明显的帧数异常下降 但是M5在测试全程中都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帧数 尤其我要说一下M1 Pro的情况 我们在转移运行的时候发现M1 Pro在同样的转移设置下会出现图形错误 今天回过头来看M1这一代的GPU在特性上还是太过于移动端了 M3开始Apple的GPU才算是真正桌面化了起来 特性支持上的差距还是会显著影响体验的 Mac平台现在另一个很重要的应用领域其实是跑AI大模型 尤其是由于拥有统一内存 Max和Ultra级别的Mac可以跑起来非常大规模的模型 但是之前的MC GPU虽然凭借着巨大的内存带宽 在吐辞速度上是比较快的 但是在硬持GPU算力的preview上则是和N卡有明显差距的 这次的M5GPU其实在这个方面会有比较大的改善 当然M5只是产品里最入门的SoC 内存容量只有32G 跑不了太大的模型 我们目前测试了8B和32B两个小体量模型 可以看到速度上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不管是preview还是吐辞速度都明显比前代快 但是这个体量的模型还不足以体现出GPU算力的巨大差别 等到以后测试M5家族更高性能的产品时 我们再来继续和大家分享测试结果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MacBook的传统强项——续航 这台基础款的M5版MacBook Pro 14 几乎是我们测过续航时间最长的笔记本 续航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 的确 入门即代M5配上MacBook Pro的电池 这个续航表现是相当惊人的 整个测试做下来 M5的性能表现还是很符合预期的 CPU方面这次的基础款M5算是比较常规的迭代 性能算是平稳进步 毕竟核心数和频率都没有惊喜 但是GPU方面这次的提升确实是M系列历代里比较大的一代 除了实际性能上的提升 M5的新GPU的更大意义在于 它终于在特性支持层面和N卡站在了同一个位置上 不管是提升显著的光追性能还是Tensor核心的加入 都让它以及它未来的高规格版本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我看来 M5的GPU就是Apple Silicon的RTX时刻 这才是它所带来的最大意义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铲点赞签支持我们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